奉献万年同生生残 祝他环游 祝祂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诗篇中 是大卫的诗中能够让我们整个的人进入一个感恩的 这样的一个颂战的神与我们彼此在一起唱和的一个光景中 这是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经历的 我想感恩的时节 我们很多人都唱了一些诗歌 有一些诗歌唱了很多了以后 就不再纪念那个歌中真正的意识 同样的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可能也是如此 当我们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已经不太受感动 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百零三篇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更大的恩典 我们需要神更多的同在 我们一同先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圣灵的光再次来光照我们 带领我们进到你自己的面光中 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像大卫一样能够感恩 把主你配得的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民 大卫 他是以色列神所高的第二个王 第一个王是扫罗 扫罗身材高大 生于遍雅米支派 并且他有许多大能的勇士 跟随他 有他的儿子们都是善战的 亚米拿大 麦基索亚约拿丹 他们这些都是大能的勇士 但是扫罗的一生并不是一个赞美神的一生 他也不知道如何的有一个感恩的心 因此第一个是错误的榜样 第二个就是大卫 他是神所喜悦的 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的身上也要做同样的工作 这一个感恩不是一下子就变成的 乃是他经历了他人生中间有高山 有低谷 有春天 有秋天 甚至在严冬中大卫来学习 他要来赞美神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实际上面的关系 让我们一起从诗篇第103篇里面 我们仔细的来思想 神如何的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可以晋升 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经历 神在我们身上的伟大的计划 使我们更像他儿子耶稣基督 更被磨成他儿子耶稣的形象 扫罗王被神厌弃 因为他从来不顺服神 而且他背逆神 因此在他当时被拯救的时候 是神格外的怜悯 但是每一次被拯救以后 他仍然是行他自己的路 神要他杀亚马尼王 亚甲 他不肯 结果带一些很大的问题出来 神要他在征战中间 要等撒末尔来 他不肯 因此撒末尔来的时候就告诉他 听命胜于献祭 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 就告诉他说 你所犯的这些罪 是因为你厌弃 耶和华 所以你厌弃神的命令 因此你也失去你的国位 因为耶和华必厌弃你作王 而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 我们得到了以后 神可能还有更大的恩典要赐给我们 但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 我们背离我们顽梗的时候 我们就会失去 神要给你给我的祝福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扫罗王他背离神以后 就有恶魔来到他的宫中 他住所里面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受到了很大的扰乱 因此他需要找一个会弹琴的人 是他的臣仆告诉他说 找一个这样的人 就可以在他弹琴的时候 使你身上的恶魔可以离开 让你可以舒畅 让你可以爽快 我们今天不晓得 有没有人觉得也被恶魔压制 我们不快乐 不爽快 不舒畅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我们需要 真的我们来唱歌 我们来赞美 赞美感恩 中间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感恩是能够数算的恩典 每一件每一件 扳着手指数出来了以后 我们说真是太多的恩典 要把鞋子也脱了 手指都数完了 要数一数脚趾 因为太多了 数不完了 是不是会这样 真的 永远数不完了 但是颂赞更是伟大 颂赞是对神的理解 知道他所有的意念 像我们所发的 全是慈爱的 全是善的 全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这样的一个感恩 跟颂赞 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这个人 可以喜乐地活在神的面前 不要像扫罗一样的 有恶魔 从耶和华那里 你说 怎么会从神那里来呢 因为神他所创造的 所有的一切 还没有到恶贯满盈的时候 有许多 许多邪恶的势力 正在发展中 我们不要惧怕 我们知道 神必保守属他的人 所以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仁 我们要知道 当时情形是这样 你能够想到 写这个诗篇 103篇的 这一位曾经是 一位牧羊的少年人 他在他的家中 好像没有得到 他哥哥们的喜爱 他的父亲也没有看出 他将来是 在以色列中要做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先知撒姆尔 要来高 这个大卫家 就是未来的君王的时候 他来到耶稀的家 就在伯利恒 耶稀很高兴 撒姆尔来了 就把他的七个高大 或者是他七个 他非常得意的的儿子 一个一个的 让他们走过去 撒姆尔是一个熟灵的人 圣灵就感动他 说这些全部都不是 他觉得奇怪了 你打发我来 怎么 耶稀把他的儿子 都送出来以后 没有呢 上过去说 还有没有意 他说还有一个 是在外面野地牧羊的 你也要叫他回来吗 他说赶快叫他回来 大卫一回来 一看 他并不是身材高大 但是他容貌俊美 他眉清目秀 眼目明亮 这个人是满有神的灵 智慧 聪明 在他的身上 并且他是一个说话合宜的人 不晓得我们今天 说话是不是合宜 你什么都有了 就说话有的时候不大合宜 也不大行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 他是很不同的 并且他善于弹琴 弹琴很重要 你们会弹琴的人 会唱歌的人 诗班都坐那边 我们这边有时候 唱的时候小声一点 他们那边比较大声一点 因为诗班都在那里 他们很会唱 弹琴可以把你送到君王面前 大卫就是这样 送到君王的面前 他善于弹琴 并且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怎么说他是勇敢的战士呢 那时候还没有打仗 他是一个牧羊的人 他在小市上面忠心 他哥哥说 你那几只羊在旷野里面 你交给谁了 你不看好 他说我看好的 曾经有狮子跟熊 来抓我的羊的时候 我就冲上去 抓住他的胡子 把这个狮子跟熊的嘴巴撕开 然后把他打死 今天我们想到说 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好慕人 好慕人喂羊舍命的一幅图画 就是大卫 他就是这样的 他为什么能够这个样子 因为他心里面满有爱 满有敬畏神 他满有智慧 他能够从神所创造的 诸天他看出神的荣耀 从穷昌看出神的手段 他知道神奇妙的一些作为 他所写的这种诗篇 对这个神的话语的这种理解 让我们真是能够心里面也受到触动 我们也能够晓得这一位牧羊人 他为什么能够被神拣选 说这是何神心意的人 不但是如此 并且是以色列中间的君王中间最重要的一位 并且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 所代表的 无人能敌的君王 大卫他做少年人的时候 不晓得他将来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征服周围所有的仇敌 然后建立神的国度 以至于他的儿子所罗门 可以建造那华丽的圣殿 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 他在等候神的时候 他有一个心愿 就是神的名是放在前面的 他不要像扫罗 扫罗神拣选他的时候 他只关心他那几只驴子 关心驴子 走到哪里去了 重不重要啊 说很重要啊 他走了很远 走了差不多快一百里的路 到处去找 仆人到处去找 这个萨摩尔告诉他说 你不要担心你那个驴子已经找到了 你现在要注意的是 神要使用你 带领以色列人 你要好好地跟随神 要来 来 善待 这个以色列民 结果他没有善待 结果他 一心所想的都是他自己的事 他一心所做的 都 完全 违背 神自己的心意 以至于他最后 死的时候 他最后看到的一个人 叫 亚玛丽人 他最后的时候 神告诉他说 你不听我的话 以至于今天 整个的四十年过去了 你一无所有 不但 把这个国家 这个 没有建立起来 并且被仇敌 杀败 最后 死在基地不和山上 这是非常 可怜 悲惨的结局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我们要做像大卫一样的人 大卫 他懂得 顺服神 颂赞主 大卫 他是一个少年人 他一弹琴的时候 恶魔就离开 我也希望我们今天 有好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团契小组都唱诗 我们一唱诗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就舒畅爽快 会不会 我们这个恶魔就通通都跑光了 有人说 你不要说恶魔 说了我们都不敢去小组 团契了 你不要担心 这个整个的世上 今天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但是我们属于神 今天我们一点也不惧怕那恶者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得胜而有余的 你我不要惧怕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卫 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神就预备好 让一个人出现 就是哥利亚 在菲利士 在军队中间 出了一个九尺二寸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巨人 他来到那里挑战 他说不是全部打仗 你只要派一个人跟我作战 如果我们赢了 菲利士人赢了 以色列人全部做我们的奴仆 以色列人如果赢了 我们菲利士人全部做我们的奴仆 于是扫罗就非常的惧怕 他是以色列中最高的 他能够出去打 应该就是他 但是他一看到哥利亚比哈高太多了 他就害怕 他是从人的眼光来看 因此当大卫出现的时候 大卫为什么身材不是很高 他去的时候 扫罗说你真的要去吗 你能够面对他 从小就做战事的 他杀人无数的 你能够做什么 他说不要怕 神与我同在 而且这个人谩骂耶和华军队 因此他必死 我必能够为神的名的缘故 迎战他 而且得胜 因为征战得胜不在乎人 因此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卫就用那个鸡旋 甩出那个石头 然后把那个哥利亚打死 从此他就成为战事长 战事长就是带领以色列军兵出入 而且所有的臣仆都爱他 所有的军兵都听从他 那时候大卫还是非常的年轻 可是扫罗王就嫉妒田匈 他就没办法来接受这事 因为这个众妇女也称赞大卫的时候 扫罗就用一个恶毒的计谋 要除掉大卫 就是把他的女儿要嫁给他 这个女儿就嫁给他 后来又收回 结果第二个女儿 在家说好应许你 就是迷甲 那迷甲又爱大卫 所以扫罗就是非常不安 而且当大卫大圣 以这个哥利亚回来的时候 约拿丹把自己身上的袍子给他了 约拿丹是谁 是扫罗的长子 就是王子 就是接续做王的那一位 但是他看见大卫的时候 他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 他把他的战衣 弓 刀 还有腰带 全都给他了 你知道 这时候扫罗就决定要杀他 大卫的厄运从此开始 他就在旷野里面流离 漂流 他就在外邦人的手中装疯 他就遇见了许多许多的难处 他的生命因此开始增长 那时候大卫 因着他的缘故 罗伯的祭司 就是亚比亚他的 父亲跟他全家 那是许多的穿戏马衣的这些祭司 都因着大卫软弱的缘故 大卫说谎的缘故 他们全部被杀 所以大卫的心里面 是带着很多的伤痛 继续往前面去 前面路怎么走呢 只等到他做王 三十岁做王 这时间大约有十三年 这种漂流的日子中 大卫依靠的只有神 他在那时候他唱歌 他赞美 他把一些荣耀归给神 他是以色列中的大能的勇士 和神心意的王 但是他也是唱美歌者 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位都能够唱歌 我相信你们都可以唱得很好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唱歌的人 但是神要让我唱的时候我就唱 当然有的时候我唱歌最得意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是在那天 那个Sara姐妹讲的 她殡仪馆的时候 在旷野里面 在举行葬礼的时候 日落的那边 那时候没有扩音纪的 也没有音乐的 所以音不准 没关系 不会像他们那个音要很准 有不准的人一上去 他们吓坏了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 每一个人都可以唱 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我们对神的爱戴表达出来 大卫 他是一个懂得跟随主 然后付代价的人 大卫 他是经过了重大极难 仍然依靠神的人 我不晓得你经过了重大极难 是远离神呢 还是更加的靠近他 他是一个愿意随时随地求告神的人 明明知道他可以做以色列的王 他求问的时候 神要他去犹大 在西伯伦做王 他就在那边等了七年零六个月 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北边扫罗时候 伊斯波社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 跟南边的犹大对抗的时候 他等候神 神让他去哪里 他就去哪里 那个城 西伯伦上去以后 怎么能够统治所有的地方呢 西伯伦只是一个战时的地方 但是西伯伦 你们不要忘记 是亚伯拉罕跟撒拉 以撒跟利百加 雅各跟利亚 站在那里的地方 是神看重的团聚的地方 是团契的地方 他先跟人有非常美好的关系 他才开始做王掌权 这些我们需要来认识 大卫 他是一个深深悔改的人 很多人不原谅他 到现在还不原谅他 我想将来到天上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大卫这样的人 你怎么能够说 他是最好的王呢 很多的人都不能接受大卫 大卫犯奸淫 然后杀人 说谎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神这么爱大卫 我们先今天我们可以来看 因为大卫 他深深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而且他确确的悔改 在神的面前 他认识神是一位赦罪的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 这个感恩送赞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大卫 他是知道神是这样的爱他 因此他成为一个爱神过于爱他自己性命的人 大卫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 生命成熟的表迹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 可以经历了神的带领 把荣耀归给神 这样的人是生命成熟的人 只在某一种环境下面很高兴 然后忘记神的人 是生命非常肤浅的人 我们需要真正的来做一个感恩的人 你什么样的人你喜欢跟他在一起 就是感恩的人 他纪念别人对他的一些好处 纪念别人的对他的帮助 我们今天是看见一些不感恩的人 我们好像要敬而远之 但是神却不是这样 神让大卫的一生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患难 很多很多的愁苦 我们等一下来看 让他能够成为一位在大放光明 我们在黑夜里面的一个 成心 黑夜一生 成心显露的时候 他是大卫的子孙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 他要彰显 神的全能是借着大卫 因为大卫知道耶稣基督 就是还没有来的那一位 是他的根 怎么能够呢 大卫在他那个时代 一千年以后耶稣基督才来的 他怎么会说 以后来的那个小的婴孩诞生的 那个是他的根呢 因为大卫是一个熟灵的人 他不凭眼见 今天我们要来 感恩要来颂赞的时候 不是凭的眼见 我们一起来看三个层面中 我们来感谢 第一个层面就是 在经历神在我们自己 身上的一些恩惠来称颂神 这是感恩 第二个是因为认识神的属性 彰显在众人的身上 来带领众人一同敬拜神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更进一步 进到那个在永恒里面 我们发觉我们是站在那 得胜者的行列里面 以颂赞荣耀归给那一位 创造天地宇宙 万有的神 我们在那里来颂赞神 我们先来看亲身经历 神的恩惠 今天神的恩惠 怜悯在我们的身上 如何的彰显呢 五方面的彰显 第一个我们的心要称颂神的原因 就在这里 这里103篇第一节第二节 里面一开始 那一个就是颂赞 就是用颂赞开始的 在西伯来文里面 那个颂赞 就是你要称颂 Aidonai 就是以色列的神 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 祂是主 祂是王 他们不敢望称神的名 因此他们用Aidonai 这是代表的我们翻成的耶和华 神的名是祂的纪念 祂让我们在祂的名的里面 我们来称颂 所以大卫是跟谁讲话 大卫跟他自己在讲话 你有没有自言自语 你有没有跟说 大卫啊 你的心啊 要称颂神啊 你这个人应该称颂神啊 大卫的灵跟神的灵 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完全的联合 今天我们会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那个同正 是我们的心跟圣灵的心 我们的灵跟圣灵的灵 是合在一起的 一同做见证 我们是非常喜乐的 大卫说 你不可忘记 他一切的恩惠 没有任何一切的恩惠 你可以忘记 有没有恩惠 我们忘记了 有 但是 如果一切的恩惠 我们都祭礼了 你就不会沮丧 你就不会灰心 你就不会丧难 如果你欠五张信用卡的钱 有人说 把那四张小的 还掉了 帮你还掉了 你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 那很够意思 对不对 很不错 但还有一张大的 那怎么样 你还是欠债的人 对不对 因此 如果有个人说 全部都一笔勾销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吧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回天家的时候 所有都一笔勾销 有没有欠债的 我们基督徒没有欠债的 一点都没有了 那你现在担忧什么 我担忧什么呢 我不是叫你说 现在把快递卡拿去 信用卡拿去 拼命地用 反正快死了 主耶稣快来了 用的最多越好 不是这意思 万一有都是神的 神预备好的药 让我们在其中得享美福 所以我们来看这五件事情 我们看完了以后 我们就会知道 原来神 他有这么大的恩典 五件事情 第一是赦罪之恩 第二是医治之恩 第三是救赎之恩 第四是慈爱之恩 第五是供应之恩 好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今天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因为要进入的 是更加地让我们感恩的 这个赦罪之恩 因为我们是最多的 我们欠了债 我们欠了福音的债 我们欠了爱的债 我们欠了好多的债 我们欠了人的人情债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没有欠债 有没有人 我们欠了罪的债 这更糟糕 我们还不了 我们是无价被卖的 我们无银被赎 而我们是很可怜 在这个世上 我们是要知道这个罪 必追讨我们 必追上我们 因此大卫深深地知道 他是一个罪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在这个地方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 你的罪只有神可以赦免 只有戴罪羔羊可以赦免 你必须来到他的面前 把你的罪交给他 他为你承担一切 赦免你一切的罪 神的话不能改变 天地都要废去 神的话不能改变 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这是神自己所应许的 神告诉我们 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你有什么需要别人赦免你的 我们今天就办清楚 我们对哪些人 我们说了一些话 我们不应该说的 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 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好好地解决一下 神啊 你赦免我的罪 每一天都要认罪 每一天都要悔改 今天有一些人专门 看到别人的罪 没有看到他自己的罪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罪 真正的罪 是看见 神赦免了别人 我们也得赦免 神赦免了我 因此我得要赦免别人 第二个是医治 医治是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有些人说我的疾病是不可能 现在全部医治的 是的 但是我们活着的年日 跟我们以后的年日比起来 我们现在是极短 像一转瞬之间 对被诗篇九诗篇里面讲到的那些时间 就是一转眼 转眼是什么 转眼成空 一转一下眼 砸一下眼的时候 我们的年日就过去了 我们有什么疾病是过不去的呢 你有什么朋友有疾病 你觉得他很难过 他觉得好了就可以了吗 不是的 今天如果你真的看了在疾病中 我们有一些朋友 就有吴宇梅和姐妹 等一下我们就为他祷告 他就是到最后 他现在只等他母亲回来的时候 能够见一面 这就够了 因为那个疾病是不可能再医治了 再人是不可能的 医生早就放弃了 但是我们也晓得 神也是这样的照顾了 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给他们十倍以上 医生所可以给的时间 真的在我们中间已经有好多位了 这是神 他自己的主权 但是 真正医治是我们将来 凡是在这个身体上 赎这个血气的赎土的这个 全部都要朽坏 没有一个人可以存留到永远 乃是天上 属灵的身体 那个是完全的医治 所以 今天我们要看到神 医治我们的疾病的时候 我们需要看到永恒的眼光来看 然后第三个是 他有一个救赎之恩 救赎之恩 我们既然罪已经被赦免 但是还是需要被赎回来 那赎回来是什么 我们所有所过去的那些日子 所有我们抓不住的那些 我们失去了那些 我们觉得非常空虚的 空虚的空虚 虚空的虚空 全都是虚空 虚幻 虚无 乃是我们这个人 真是活在这个世上 真是没有任何的指望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最后一个死敌 就是敌人 就是死亡 你没有办法胜过 那是长死权 那是魔鬼 我们将会落在他的手里面 但是只有耶稣基督 他胜过了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五十五节讲到 那个死亡最后被征服 是因为耶稣基督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做我们的救主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他是神的儿子 而今天我们的喜乐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救赎我们的命 脱离死亡 然后他持爱之恩是什么呢 他持爱之恩是他不但让我们这个人的罪得赦免 疾病最后完全得医治 我们被救赎 我们脱离死亡 并且我们这个人可以代表他 我们这个人代表他是以持爱做他的冠冕 以仁爱 慈悲 做他的冠冕 也就是说我这个人 你这个人 人家看见的时候 是会不会看见你是一个仁爱和慈悲的人 有没有人觉得 是这样 应该有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点头 但别人不一定同意 会不会不同意 我们夫妇吵架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很慈悲 忍耐 有没有 会不会觉得他亏欠你 有没有觉得今天要道歉 你一个礼拜都来 你每一次不道歉 每一次牧师一讲的时候 你就不舒服 你道完歉以后就没事了 对不对 以前有一个人 他去做措施 把他父亲的花瓶打破了 我们在受洗班时我们讲 结果呢 那个管家就来说 你花瓶打破了 是你爸爸最喜欢的 你惨啊 最后他怎么说 他说你不要告诉我爸爸 你不要告诉我 他说可以 不要告诉你爸爸可以 从今天起 你早上就起早起来 晚上很晚睡觉 你就帮我做所有的事情 扫地这些全部都做 然后没有钱 他说可以可以 只要你不要告诉我爸爸 结果有一天 他实在是觉得太累了 受不了了 他看到爸爸回来 他跟他爸爸说 爸爸我把你那个花瓶打破了 请你赦免 请你原谅 他爸爸怎么说 他爸爸说 我早就知道了 儿子 我那么心爱的 不会那么久不去看一下 我早就知道了 我早就赦免你了 他说赦免你了 那下一次那个管家说 扫地 叫他起来 起来那么晚 他不理 那个管家说花瓶 他说什么花瓶 他不怕 晚上花瓶 不怕 睡 不怕了 什么都不怕了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有慈爱的父 他已经把所有一切都除去了 因此我们不欠债了 没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 你知道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了 就不再定罪了 因为持生命跟圣灵的律 已经胜过罪和死的律了 这是罗马书里面 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第八章里面的一个信息 八章一节 何等的喜乐 我们今天不再被定罪了 你失败 我失败了 太多了 无数次了 每一次都失败 但是没有关系 神是大有慈爱的 好 然后他供应我们 这边供应的是讲什么呢 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 得以知足 我不晓得你知足吗 你不知足 好 那我们去找一些 情形比你坏很多的人 把他们的境遇跟你换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要不要 好像没有人要他 好 那神就可以给你换一下 真的我们坐在这里 大部分都是极其蒙福的 很多人说 我只要能够像他们这样 又有信主 又有民间 又有工作 又有家庭 又有健康 又能够来聚会 你知道很多人躺在床上 就真的不能外出了 你晓得 真的我们有太多需要知足的 他用美物 你觉得神给你的是美物吗 同不同意 美国食物 不要 我要吃中国食物 中国食物 还需要说 我们昨天吃了 他说不要加味精 这叫美物 自己烧的最好 这叫美物 是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我们如荫 烦恼还童 如荫烦恼还童 就是还有一次的机会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再一次 我今天不会讲这个 因为那天在三号社会 他们不小心 他们说 瑞说你 牧师你短讲一下 然后 那边有很时间 我看看瑞也没阻止我 我就讲了 如荫 烦恼还童 我们讲了 好几十分钟 讲了好几十分钟 所以今天你不要害怕 今天不讲了 一句都不讲了 你如荫烦恼还童 刚才我要讲一个 一个姐妹跟我说 她说 我以前是三家的 我现在六家 我说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三家因为人很多了 那时候就送到六家去 她说 她说你知道吗 神太祝福我了 神的恩典太大了 你现在讲完了以后 她说你晓得我已经八九十岁了 你看我身体好得不得了 然后她外面说 希望你以后也能够这样 真的 我今天说 把她的话传给你们 希望你们到八九十岁 一百岁 能够如荫烦恼还童 人家说 这是可能的 真的可能 因为家乐 你知道 八十五岁的时候还打仗 出入 像四十年前一样的 征战都一样 我们只知道中国人说 你是否还像先前那么英勇的话 那就是讲到 我们这个人真是肉体渐渐朽坏 我们的心意有没有一天更新一天 一天新事一天 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如荫烦恼还童 这是一个秘诀 当我们真正的知道 在神所给我们的日子中 你永远年轻 你跟宇宙亘古常在的那比的话 我们是太年轻了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我们没有得到供应 这是供应之恩 好 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赦罪之恩 救赎之恩 有医治之恩 有这个慈爱之恩 有这个供应之恩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独行其事的神 他所行的这些事情 是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 那就记载在诗篇 第103篇第6节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共十个地方彰显神的 他公义 他的全能 他的恩典 他的慈爱 他的智慧 他的宽宏 他的亲情 他是全知的神 他是永恒的神 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 感谢赞美祖 我们今天要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要看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这公义是什么 第6节讲的 以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趋的人申冤 我请问你们中间 有没有人觉得 你需要有人为你申冤 有没有 不太多 为什么不太多 因为很少有人 跑到牧师或长老面前来告 告什么 同样告你最亲近的人 对不对 夫妇中间 处不来了 就去告一下 神会为你申冤 因为你觉得你是受趋的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受趋的 没有 那都是让别人受趋的 有没有 对呀 应该这样想 人家都是因为我们受了委屈 对不对 我们受了很多委屈 别人受了委屈 更大 那是我们要负责任的 今天真的 我们没有常常赞美别人 这是不对的 我们因为中国人很少 有这种操练 好事应当的 坏就要自责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需要鼓励 你的孩子为什么那么靠近你 因为你常常要鼓励他 那昨天我们在三和西 那边有那个晚餐的时候 那小儿子打电话来 他还跟我讲了半天 我跟他讲不能讲了 我现在这个地方不能讲了 他还跟我讲 讲话 说他们几个都在一起 他说爸爸就你一个人没有过来 我们都在一起 这个大儿子 这个媳妇 小儿子 媳妇 这个儿女婿 他们都在一起 他说你为什么不过来 你过来 我们一起聚一下 我说 我曾经跟你们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 你们每一个人 上学的时候都是我开车送你们去的 为什么 我有这个权利 为什么 因为师母不开车 他不开车 他不开的 他有这个driving license 他说不开就不开 所以我要接送他们几个 有的时候小学中 初中高中 团不在一起 我统统要接送 你知道那个时间 我跟他们有很好的时间 因为我平常很忙 我要带领教会 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平常是差不多14小时工作 人家说 那你就不顾家庭 没有 我有时间 我专门给我的这个小孩的时间 这是很重要的 你们晓得 今年我们是在恩典中的长进 长进是在以赴所书里面 看见 看见这个要做一个得胜者 我们也看见 明年我们要做的 继续在恩典中长进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在一个生命的沉传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让别人能够做主的门徒 这个门徒的话 从你家里面开始做起 你家里面那几只小羊 大会的几只小羊 这几只小羊 你要很重视他们 你要花时间给他们 不是只要他们成功 成功的有什么用 而且是在告诉你们 他们不见得能够像你这么成功 因为你的父母 除非你的父母 你的祖父母 都是非常成功的人 不过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 不见得会继续成功下去 成功重要嘛 成功不是那么重要 我以前就伤了我儿子的很多的心 就是他每次来问我数学题目的时候 我先拿来 我就说这么简单 他说你还没看呢爸爸 你还没看你就说那么简单 后来果然 这一分钟我就把它解出来 以前三角几何 不管是那些代数什么东西 包括偏维分方程 差不多没有不能解的 一下就解完了 解完了以后 他们都被打垮了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有很多的长处 我没有的长处 有很多 你要能够看 这个叫做按照神的旨意 教导他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 神不让我们让别人觉得他们受屈 这是很重要 如果你都没有听见 他是为受屈的人生冤的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这是神所说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 要谨慎 千万不要用我们的尺度来衡量别人 我不能跟你们说 我每天一清早就起来 祷告 我把这个以赛亚书 有时候一个早上就全部 66章全部看完了 我说你们呢 一讲完大家头低下来 以后都不要念圣经了 谁像你那样的crazy 念那么多 有什么用 人家说人家讲一点笑话 就很大大 皆大欢喜 不是很好吗 你念圣经有什么用 亲爱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不同 我不是说 你们会的那个东西不好 而是说 你不要用那个东西强加给别人 我从来没有要强加给任何人什么事情 所以师母说不开车就不开车 没问题 这么多年 我从东部开车回来 或者从西部开车去 东部都开过 我一个人开 他不能开的 有一次 他实在看我太累了 他说他要帮忙开 我差一点 全都死掉了 那个车开到对面去 又转回来了 因为他欣赏风景去了 他是学艺术的 所以我决定 我决定还是不要他开得好 所以他今天不在这 他在这了 你们听不到 不过我常跟他抱歉 常常跟他道歉 常常道歉 他就说 你让我心里面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开车开那么快 后来我也碰到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 最近他有这样的情形 他们就为了一个车开得太快 就吵起来 吵得很厉害 结果我收到好多email 跟那个电话也来 那我就没办法 后来我只好说 我也是这样的 请这位姐妹原谅我们的弟兄 好不好 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干什么的 就是要那个什么 征服征服 conquer 要赶快开到那里去 你开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就是要开到那里就好 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 好 这个全能的神是什么 这一位神 他不但是公义的 而且他是全能的 他能够让他的百姓知道他的作为 他叫让摩西晓得 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 他的作为 这是神 他是怎么做事 他先告诉我们 他知道他独行其事的 神圣经上面告诉的 你偏偏要说 神啊 你不是独行其事的 要看我的 那结果结局是什么 结局是 一定很惨的 因为神说我来 你说我来 你要找一个人去比 一定输的 就像我们现在打球 荆州勇士 现在很热 那个 Curry 然后你说我要单挑他 你要单挑他 你一定输的了 不管你是谁 我们至少在这里 这个NBA的 现在都不敢有 有几个人敢说这种话 你晓得 神的远远超过他 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们说 主啊 你做事我放心不下 真的放心不下吗 今天我晓得有人比我会开车 我上他的车 我就睡觉了 对不对 我们每次去那个 Edward 有时候文旗开了 有时候文心开了 都要文才可以开 结果他们开得很好 他说你睡觉 睡觉不要管 最好不要讲话 他们不会错的 这有一次还真的错了一点 他们又转回来 他说我也累了 但是你也晓得 神不会错的 人会错 可以吗 全能的神 恩典的神 我们看一下恩典 他这个恩典 他是说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他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好不好 又丰盛的慈爱 太好了 我经历过很多 丰盛的慈爱 真的 你也可以经历 你要经历神的慈爱吗 他的慈爱 高级诸天 你晓得他的慈爱 永不改变 他像爱他的人 所施的慈爱 是直到千万代 真的 但是你是爱他的人吗 你是像扫罗一样的 还是像大卫一样的人 我们需要来思想 这个慈爱的父神 他不但不是随便的发怒的 而且他这边讲到 就是说 他的慈爱 第十七节 耶和华的慈爱 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 侄子孙孙 所以并不是我们这一代而已 是一代又一代 侄子孙孙 是直到永远 他的公义 他的慈爱都存在 我不要去拜其他的神 我也不羡慕 那些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因为他们的愁苦都增多 昨天我们在里面讲 有好多人很有钱 在中国 现在很害怕 为什么呢 反腐啊 如果说把那个所有 有一亿家财的人 全部抓钱 然后收家 把房子全部拆了 把里面的家 板子里面 墙里面的钱 全部弄出来的话 全部都枪毙了 因为为什么只问 很简单 钱从哪里来 完了 但是能不能这样做 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人还是有慈爱的 人还是有慈爱 只要他有一些人 知过能改 慢慢做一些社会公义 慢慢拿出来也可以 我们今天偷窃神的家的人 也有 但是不要紧 神是有慈爱的 他对我们 如果要算账的话 有谁站立得住呢 但是他有赦罪之恩 所以神对我来说 他有许多的赦免 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很感谢神 然后呢 他又讲了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这是神的智慧 你看到没有 我们有没有人 长久责备人 有没有 一直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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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责备人 责备到最后的时候 人看了你就跑 有人说 问我说 你教会有多少人 会跟你打招呼 我说在教会的时候 有的时候见面 他们还跟我笑一笑 不过去野餐的时候 他们都急着吃 那个BBQ 他们都不理我 特别我戴一个帽子 他们不认识我了 我们的神 祂是无所不知的 祂是一个非常智慧 祂不跟我们真的 有什么事情的话 好好好 就照你的 结果有的时候 我们就走错路了 像大卫 他就走错很多的路 以后 他就决定 完全依靠神 所以大卫 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把以佛德拿来 为什么把以佛德拿来 因为神要说话 神要照亮 神要告诉他 可以 不可以 以格拉 他说 这神可以进去吗 他可以进去 那时候说 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出来 他就会必交出来 什么叫做可以进去 你拯救他们 你把他们拯救了 把这个敌人赶走了 你进去 什么叫做交出来 就是说 扫罗来抓你的时候 这些人曾经被你拯救 这些人会不会保护你 神说他不会的 今天你要晓得 大卫为什么经过这么多愁苦 因为人靠不住 但是神靠得住 神保守他 因为大卫必要做王 扫罗都知道 扫罗要杀他 大卫有两次放他的命 然后扫罗就跟他说 你必做王 我儿你必做王 约拿丹也知道 约拿丹说 你做王 我做你的宰相 今天是出于神的 神也挡不住的 但是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相信 将来神要使用你 我们中间很多的人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不然的话 你就没有达到你那个成长的最大的极限 也许神给你的恩赐是教导的 你很有教导认识 你觉得你被埋没了 你怎么知道你很有教导恩赐 你听了牧师 你说牧师讲了一塌糊涂 你就有教导的恩赐 不然你绝对不会那样的感觉 你说真的吗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说牧师讲了 东跳西跳了 他五分钟都讲不下来 我没有在台上跳 但是我告诉你说 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你如果真的是感觉到 神给你的一些爱心 大得不得了 你要照顾很多的人 但是现在没有机会 你不要觉得很伤心 因为神他一定用他的智慧 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大卫他哪里是去打那几个人而已 他当时的军兵 这些当时投靠他的那些人 他们把周围四围的国家 全部都征服 完全在大卫的 这个代理下面 当然不是他个人去打 有一次有几个巨人 还差点把他给杀了 一个巨人 但是大卫手下的勇士 非常的厉害 所以今天我们是在神的家 是一个整体上面得胜 不是一个人个人得胜而已 我们在整体中 我们三家要得胜 我们三家每一个都是得胜者 我们三家进来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不怎么样了 我感谢主 因为你出去的时候 你在我们这边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非常非常的对神的真道 非常的理解 对神学有一些深入的理解 让你碰见一些异端的时候 马上可以分别出来 甚至可以告诉他们 你什么地方错了 并且我们的查经 这个礼拜一晚上八点钟 有这个预查 联合预查 所有的这些小组的 组长 领查经的都可以来 你不是的也可以来 你来问问题的也可以来 甚至你来挑战的也可以来 都没问题 通风可以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机会 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 我们需要好好掌握神的话 好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神他是有宽宏的神 宽宏的心 而这个宽宏的心是什么呢 这个宽宏的心就跟我们讲 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 罪过 待我们 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今天 我们有很多人 他为什么人家怕他 因为他有仇必报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就碰到一个 我的一个上司 他就是这样 他就这样 他宁愿他不升级 他就要专门 谁只要做什么事情干犯他 他就完蛋了 从此 他进他 没完没了 也绝对不让那个人做好 结果呢 人家就从他那边转出去以后 一下子就跑好几集 Fortune 500公司里面 做VP的都有 他就一直留在那边 跟所有的人打 所有的人打 征服所有的人 他没有宽宏的心 你有宽宏的心的时候 神就会祝福 这样 这个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 有何等的远 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也离我们有多远 感谢主 神不算我们的罪恶 然后呢 我们看 他是一个父亲 怎么连续儿女 这个是一个亲情的神 大卫深深理解 这个亲情的重要 他关心 世上所有的人 是神要关心的 他要大卫 也关心世上所有的人 那大卫能做到吗 而大卫 他最后 信约手 始终行传 给他的评价是 他服侍了那一代的人 一世代的人 他服侍所有的人 就睡了 今天我们三家 每一个 做牧长 传道 无论你是长老 是牧师 是传道人 教会的领袖 都是来服侍别人的 服侍别人 有没有什么危险 没有什么太多危险 最多人家说 我不要你服侍了 可以吧 那你说谢谢 谢谢 我还可以服侍别人 对不对 那一世代的人 他没有服侍完 那这个 这个主就来了 但是 我们不要 做一个 只被服侍 而不去服侍 的人 这样我们的教会 那个力量的 突破力 不晓得有多大 我们真的看见 神的恩典 就随着我们 大卫就是一个 关心人的人 我用一点点的时间 跟大家讲一下 大卫的故事 大卫 他是一个 非常有感性的人 他跟约拿旦 的那种感情 他跟约拿旦 立约的时候 真的是每一次都让人非常感动 约拿旦在《撒末尔纪丧》 第二十章的时候 跟他立约 要告诉他 告诉他 你该走了 你该逃了 但是我跟你立约 我们的子孙永永远远 这个约不能背弃 就是约拿旦说 在我过去以后 在他死了以后 你要恩待我的儿子 你要恩待我的家人 大卫跟他立约 大卫立约的时候 就想到 约拿旦这样好的一个人 跟错的人 跟着扫罗 跟着这样的一个 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将来他一定死 后来他果然死在吉利波尔山上 约拿旦 雅比拿旦 麦吉苏亚 统统一起 同是正王 跟扫罗王一起死了 但是他的儿子 约拿旦他就恩待他 约拿旦成为大卫的儿子一样的 他如此的待他 是本来是他的敌人 扫罗的孙子是敌人 但是因着约拿旦的缘故 所以他每一次讲道的时候 那时候 大卫跟约拿旦最后告别的时候 他们亲嘴 他们拥抱 他们哭泣 大卫哭得非常的伤痛 因为他知道神允许大卫必要做王 但是约拿旦的结局是很惨的 所以大卫他不是为了自己 并不是因为好的同伴不帮助他 而是大卫看到的是长远的 后来扫罗王被杀的时候 大卫在《撒姆尔记》下第一章里面 他听见那消息以后 做了那个功歌 做了那个歌 讲到英雄何静在镇上被杀 约拿旦怎么可能他这么样的一个勇士 也都一起使了 他讲到约拿旦的弓箭 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 但是英雄却在镇上亡 约拿旦活着 所以跟扫罗是相悦相爱 死的时候不分离 他们比鹰更快 比狮子还强 以色列的女子当为扫罗哭号 他曾使你们穿珠红色的美衣 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赐 英雄何静在镇上瀑倒 约拿旦何静在山上被杀 他说我兄约拿旦 我为你悲伤 我甚喜悦你 你向我所发的爱情奇妙非常 过于妇女的爱情 英雄何静瀑倒 占据何静面目 看到大卫这个人 他是有神的这种慈爱的心 他有这样的一种爱情 他知道所有一切的人 无论他们在哪一个阵营里 他们都是他心里面所爱的 包括扫罗王 他为扫罗的缘故 他哀哭 你能够想象吗 当然他的儿子 亚撒龙要杀他的时候 最后他要留下那少年人的性命 结果少年人性命没有留下的时候 大卫就在那里大大的哀哭 大大的痛苦 我儿 亚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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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 我恨不得为你死 哪一个儿子是要杀他的 今天我们看见大卫也不是说他不顾他的家 他的家在喜格拉 被亚玛利人抢去的时候 大卫跟随他的人一直在那里哭泣 哭到没有气力 这是我们看见在撒木尔 上第三十章第四节那里 我们看到了 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感性的 我们今天不能够说 因为我们就有神就好 我们对一些的事情 就认为不重要跟人的那种感情 关系不重要 保罗他是说 求你们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流泪劝戒你们 真的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流出感恩的眼泪向神 也流出不舍的眼泪 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在苦难中 神是全知的神 刚才我们在诗篇139篇 第二十节二十三节里面讲的 他讲到这个神知 见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 知道我们的意念 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还有没有恶行 没有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这里讲到的这一个全知的神 在诗篇第103篇里面 我们看见的是讲第十四节 但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撕炼我们不过是成土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出于土归于土 他纪念我们的年 一生是非常短暂的 又虚空又短暂 人所尽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就如飞而去 我们的发望一生的年日就像草上的花 发望以后也不过像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便归无有 他的原地也不再纪念 所以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 全知的神 他爱你 最后那个永恒的神是什么呢 十七节里面讲到 神不但将他的慈爱归于 他们的侄子孙生 将他的公义归于他们的侄子孙生 他是从亘古到永远 他是神他永远做宝座 他永不改变 他永不改变 神是不变的 他的爱是永不改变 只有他不改变 天地都要废去 只有他不改变 最后他不但是智慧的 宽宏的 他不但是亲群的 他不但是全知的 他不但是永恒的 他是立约的神 在103篇第18节里面讲了 神与人立了约 是永远不改变的 我们当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辞 遵行他的旨意 我们是有福的 感谢赞美神 最后我们来看 一般的人看不到的 就是最后 我们讲到 不但是我们个人的感恩 不但是我们经历到 神在我们团体里面 在集体里面的作为 显明他的作为 我们带领众人感恩 并且我们要与万物一同送赞神 今天神是配得送赞的 在宇宙中 所有一切完成的时候 在救赎大功完成的时候 我们一同与万物 我们是出俗的果子 把荣耀赞美都归给神 在宝座前 我们在103篇第19节里面讲了 神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哈利路亚 在宝座前的侍奉 那些天使 跟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的侍奉是因为主以得胜 与父同坐宝座 我们今天也得胜的人 与我们的主要同坐宝座 就像脑底家的教会里面 神所应许的 我们看第二个 讲到这个天地中间的赞美 我们看到第20节里面 讲到天使是服役的灵 他们是一切被造的 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 效力的 这些天使都要来赞美 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旨意的 又大能的天使 他们都要称颂耶和华 并且在天地之间 在我们做他诸君 做他仆役的 请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在天地间最大的一个赞美 就是一切被造的 第22节 在他所治理的各地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感谢主赞美神 当我们的人生走到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要问我们的有没有祷告 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说神啊 我们的祷告 大卫早就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样的祷告呢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说第13节里面 讲到父亲怎么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第二个讲到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他讲我的心啊 你要尊 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 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屈的人 申冤他的国度 权柄 是这样建立的103篇第六节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感谢主 赞美主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我们刚才念到的 就是他使美物 使我们得以知足 以至于我们如因烦恼还同 第六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因为在第三节里面讲到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 带我们 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第十节 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他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他救赎我们的命 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 最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权是你的 直到永远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第十九节 第十七节讲到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根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最后 第二十二节 结束的时候 我讲到你们一切被造在他所支离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再一次为了主 你在大卫身上所成就的事 就是他受圣灵的感动 把这样的感恩爱戴都归给你 主啊 我们又为了主你成拯救我们脱离死亡 让我们能够与众人一同 以真正爱心信心忠心耐心智慧 为谦卑行为来为主传福音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 让我们的冷淡化为火热 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 求主 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与万物一同来感恩 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得胜者的凯歌 就是在我们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夸胜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